不存醋酸1公克,溶於200毫升水中 我們用0.5M青眼花納來滴定 當滴到45毫升時,結果發現過量 又用又以0.3M油酸溶液來反滴定 因為是低定題目,所以這題是屬於 酸減低定達到當量點10的題型 當酸減低定達到當量點10 水溶液中H正的墨數要等於OH負的墨數 換算成酸減濃度則改為 AC1V1等於BC2V2 C為體積墨濃度,V為溶液的體積 A為酸可解出H正的個數 B為鹼可解出氫氧跟離子的個數 但由於酸有醋酸跟硫酸 減有氫氧化鈉 因此我們可以將公式改寫成 A1C1V1加上A2C2V2等於BC3V3 因此我們直接將數據帶進去 醋酸為1元酸 墨素 純墨素為N 硫酸為2元強酸 濃度0.3V3V2 體積低了25毫升 因此我們將25毫升 除以1000 單位才會公升 等於氫氧化鈉1元- 濃度為0.5M 也就是0.5M 第一總共使用了45毫升 一樣除以1000 將單位並公升 才可以深深約掉 最後單位都是 墨爾 將算式重新整理 醋酸的墨爾素 加上一千分之十五 等於一千分之二十二點五 所以純的醋酸的墨爾素 就等於7.5乘十的-三四方 墨爾 這是純的 因此我們可以求出 醋酸的醋度百分率 因此百分率p%等於 醋酸的重量 7.5乘十的-三 墨爾 成像醋酸的分子量為60克除墨爾 除以原本不存醋酸一公克 等於0.45等於45% 在這裏 一千分之十五 有十五 一千分之十五 狂爾 下層 你 我 有